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REN的世界 今天咱们开箱一款半工耳麦 Planetronics Poly-Viyager 还是Viyager Focus UC 名字有点长啊 不知道为啥起这么长的名字 简称了就是PLT Focus 先给大家看一眼 这个箱子里有什么 一个耳机 然后一个充电器 还有一个USB的接收器 还有一个包 其实呢还有一个充电线 也是USB的那种充电线 然后但是我不知道让我弄到哪去了 反正就是跟所有的那种安卓的充电线都是一样的 都是通用的 在这个包装上呢 也说明了是跟这个Microsoft Teams验证 就是跟微软的这个办公开会软件 Teams是相匹配的 再说一下使用感受 这个耳麦的外观呢 虽然是比较传统的样式 但是感觉还是很舒服 而且呢不发现代感 然后以黑色为主 外加里面的这个红底的硬沉呢 那我还是挺喜欢的 这都一提呢 就是它这个皮质啊 非常软非常舒服 上面虽然是这种白钢的框架 但是让我意外的是呢 戴在头上的时候呢 没有任何感觉到 个的黄 就是因为上半部分呢 它有一个这种 皮呢也是一条皮带呢 给它包裹住了 起到了一个一定的这个缓冲的作用 这个麦克风呢 也是可以旋转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习惯把麦克呢 放在左边或者放在右边 其实呢都是可以的 先说连接电脑 因为属于偏工作的一款耳麦 那么连接电脑的时候更多 连接的时候呢 你需要把这个小小的这个接收器呢 插在这个电脑上 这个插完之后呢 就直接把这个耳机上的这个 拉牙开关打开 然后呢就相当于连接成功了 输入呢非常的快 并且不管你是苹果超市系统 还是Windows系统都是兼容的 只不过说就这个小东西啊 特别的容易丢 最好呢是就是插在电脑上呢 就别拿下来了 而且对于这个新款的 苹果电脑来讲呢 接口呢已经不匹配了 所以这款耳麦呢 还是更适合就是说Windows的电脑 连接到电话呢 反倒不需要这个接收器了 所以我也不确定为啥呢 需要这么样一个接收器 可能是想保证音效吧 连接电话的时候呢 只需要按一下这个按钮就可以了 按一下然后它就开始自动的去连接你的电话 也是包括然后你就在你的手机上呢 那个蓝牙设备里面选这个设备就可以了 在我们开会的时候呢 麦克风静音的话 这个USB指示灯就会变成红色 不静音的话呢就是蓝色 取下来的话呢就可以自动静音 带上呢就自动恢复通话 那这款耳麦呢会和 因为因为这个耳麦里面呢 有一个自动的一个感应器 那这款耳麦呢和这个微软的办公软件呢 都是能够自动连接的 那你的Teams上 Teams上呢如果你手动静音 它这边呢会 这里面呢会出出一个语音 那个语音就告诉你说mute on 然后反之呢就会告诉你mute off 就是这款麦克风呢 我每次带上去之后啊 就是因为它有感应器嘛 它就会告诉我power on 就是有通通电了吧 然后你的这个可电池能维持的这个通话时间是多久 这一点怎么说呢 我觉得也好也不好吧 就是好就是在于就是有的时候 你知道你这个电量是怎么样的 其实不好的就是我觉得它 呃有的时候它有语音提示嘛 它如果你在正开会的时候 呃会稍微有一点影响你听其他人说话的声音 因为我是觉得它这个耳麦呢 电量还是很持久的 比如说八九个小时这样 然后呃这种电量肯定是有保证的 而且呢我大概使用了有一个月了嘛 如果你会议不是超级多的话 正常十五六个小时也差不多 呃就是你不是总经常说话嘛 说话肯定是要比你听声音 要更费电一些 然后一个星期呢从一次电基本呢就够用了 唯独在使用当中有一个缺点就是 当我把这个耳机的这个蓝牙关闭 然后这边这个指示灯呢就熄灭了嘛 那这个时候呢它识别不出来你到底是你想用电脑的麦克风还是说你想用你自己的这个耳麦 其余的就是说这个耳麦其实还是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嘛 比如说你可以用这个旋钮呢来调节你的这个呃音量 包括你可以听音乐的时候呢选择上一曲啊下一曲 播放暂停 播放音乐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摘下来耳麦 它就自动呢就停止播放了 带上呢就自动继续播放 那如果你调整一下 你想调整一下这个歌单播放的方向的话呢你可以用这个按钮 这边下面还有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就比如说你想让你的歌单倒着放或者是正着放 嗯就用这个按钮就可以 这边这个麦克风上面呢还有一个红色的小按钮 这个红色的小按钮是干什么的呢 就是你想听一下你自己呃发出的声音是什么样的 就通过这个麦克风接收的声音 它收到的声音然后听起来是什么样的 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按一下这个按钮 然后呢它就会你就在耳麦里边呢 听到你自己说话的声音包括麦克风接收到的一些周围的声音 这个还是比较有用的就是大概知道你呃你说话的时候的音量呢 包括质量是什么样的 嗯包括呢就是你测试一下它的这个对周围这个杂音呢 对你的这个干扰是什么样的 这个按下去呢就是你一次关闭一次开启 如果你关闭呢其实把这个耳机带好 因为发现呢是一种非常安静的状态 整个这个耳麦呢虽然不是那种耳包式的耳麦 但是它更透气 声音的传说效果方面呢也都非常的不错 反正我用这个耳麦的时候呢 同事听我说话呢 没有觉得说声音过小的情况 也没有过灰声呢或者说断断续续的情况 并且呢我听其他人说话呢也都非常的清楚 唯独有一点我觉得不太好的就是它在即将要没有电的时候呢 它会隔一段时间就会提示你一次 提示你这个电池电量已经很低了 抓紧去充电嘛 这种提示呢就是容易让你听不到其他人在说话 虽然它那个声音呢并没有说非常的大 但是呢突然对你整个这个会议呢还是会产生干扰 其实像这个耳麦啊你旅行的时候呢也可以呆 就是看起来可能比较特 因为这儿毕竟有个话筒嘛 感觉像这个客服人员 但是其实呢就是你自己觉得无所谓别人怎么看呢 其实都不重要 但是我觉得它这个降噪功能毕竟很好嘛 比如说你坐飞机的时候呢戴上这个话筒呢 还能隔绝到很多的噪音 好了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呢对你能够有所帮助